OK 讓我們一掌聲來熱烈歡迎 高雄一期直播鋼鐵人 從零開始的華人傳奇 7號 Jeremy Lin 林蘇豪 大家都知道我跟我弟的關係都是非常好 我們也是非常熟 所以我們基本上每一兩天都會講話 那夏天的時候他在選球隊的時候 我們都一直說我們不想當對手 想一直當隊友 可是當我離開CBA 我跟家人都聊了以後 我覺得今年就是我們都知道國王 如果不是第一名就是第二名 就是成績就是非常好的 包括我也可能就是一個 前五的這個MVP的Candidate 他自己有很多自由去發揮自己的表現 所以我們兩個聊了蠻久蠻多次 然後就覺得今年可能不是最好的時間當隊友 那我在台北落地的時候也就是第一站就去看他 然後他都跟我說 他說我們等一下就會變成對手 我都 就是感覺不是真正的 就是我們都可能沒有想到 有一天我們會是對手 所以你說我是不是很期待 我完全不期待 完全不期待 因為我從來不想跟他對打 這個呂正如 在右邊四隻獨角 難摸呂正如的三分球來了 作為正如這樣的一個資深球員 過去的戰績非常魅惑 但是站在這個先發的位置上 絕對是綽綽有名 這個也是球隊必須要給予他的一個待遇 但我偶爾跟正如 如果先發不是不排斥 但有的時候如果可以從地步上出發 可以增加我們現在風險上面 不管是技術經驗高度的一個這個安排 所以並沒有排斥 並沒有說不把他排先發 那我們就照著現在的計畫走 然後後面再來看 再來調整 還是有著18分差 好 後場發生失誤 從一頭抄結之後兩分放 這時候鄭志龍教練相當有經驗的 喊了一個暫停了 即使差距還是在一個安全的範圍 但是他希望最後將近兩分鐘的時間 球員不要太鬆懈 尤其是這種快發球失誤 是非常要命的 我跟他做得檔子 拿到球 可以過就過 全場你過不了人啊 為什麼過不了人 說 講太多 你原地一直在運球怎麼會過得了人 各位 我不是在擔心翻牌 我在講的是心態 我們現在什麼隊啊 賺點小錢就在那邊把屁股就敲起來了 說什麼 說什麼 賺點小錢 可真要成為龍的傳聞呢 要非常的拘謹 我覺得龍哥講的也是很有道理啊 你身為一個後衛 面對這樣的壓迫 你過不了 那還打什麼球啊 你好 我先上來 說太會兒 我們是一個人打過 敵人 在這次 阿莫